赶不上高铁,大妈用脚卡月台阻止列车开走 中国广州一名女子被处以行政拘留9天 因为她在车站成功地阻止整辆列车开走 而且只用了一只脚哦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这名王姓女子当天约在晚上11点28分和弟弟和朋友到车站搭车 不过他们太迟了,赶不上前往长沙南的列车 王姓女子辩称,因为怕赶不上接下来几天的工作 所以一直要说服工作人员让她越过围栏 在和车站工作人员争执过,还是进不了站后 女子决定跳过闸门,冲向快开走的列车 嗯,到目前为止进展都还算顺利 她第一个蓝车计划就是不停地拍打列车玻璃一边暴怒地喊着 把门打开 第一个计划行不通后 女子开启蓝车大绝招,把自己的脚卡在月台间隙和列车中间 站务人员告诉她 起来,列车已经准备要开走了 门是不会开的,你可以搭下班列车啊,快先起来吧 王姓女子却回应 不要,我不想搭下班列车 你们明明就可以开门 拜托,我真的只是想要上车啊 女子大闹现场几分钟后 警察也赶到现场,了解状况 并且将女子逮捕 不过王小姐,你原本搭下班车可能只是晚一点到 现在大闹一场 结果因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妨碍交通 变成要晚九天才能到了 小编贴心提醒 准时才是不错过列车的最好方法哦 小编乱公共 compiler 小编乱公共 아니에요 还是不错过 emphasis